第三个就是说 你嫌弃女方不会持家 花钱大手大脚 是还是不是 对对对 他怎么个花钱大手大脚 就比如说一些日常生活吧 他每天就喝星巴克 就要喝三四杯 而且每个星期 要吃好几次的榴莲 一次要吃好几百 然后呢 他还爱吃三文鱼 一吃呢就没完了 就吃到饱了 就是好吃嘛 就是好吃嘛 还有住大房子呀 那房子都五六千 他还爱挑房子的毛病 总是让我跟他一块 平凡地搬家 那家地你住不够人 不会退呀 我现在理解了 为什么你要认识 不同的人好给你工作 确实这个开销挺大 问题是我觉得 我的收入也挺高的 然后完全是可以维持的 这一些务职生活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买一些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自己喜欢用的东西也没错呀 而且我们房租也不贵的 五六千给租非常好的 我想租得舒服点 租大一点 我觉得没错吧 这个不算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大手大脚的 就比方说 他爱看音乐节 一次就五六千呢 一年看几场啊 他一年看个十几次要 我说你少看一点 就一个月看一次节嘛 对呀 他不是做DJ的吗 全当学习吗 那我要不是阻止 他的兴趣爱好是吧 我说你少看一点呗 还有就是 我个饭给他吃呢 他觉得我做得也挺好吃 但是他非要出去吃 你知不知道 你不觉得咱们家那个环境 就没有在外面吃环境好吗 你看在外面吃又有情调 而且吃得心情也舒服 本来我每天工作就很累啊 压力也很大 在家里吃饭那么环境不好 那我这能工作得好吗 问问啊 就是基于刚才以上所说的 零零总总 所以你想跟他离婚 是这意思吗 对 让他改是吧 对 你希望他改什么 我是想让你跟我 有一个安稳的家 好 有一点积蓄 那你希望你这样花销 你说咱们能撑多久 听明白了 就希望他改这些是吧 对 下面是我特想问的事了 我真的好奇就来了 你们俩谈了多久结的婚 谁向谁求的婚 谁也没向谁求婚 就两个都想结 而且就是 谈了多久结的 当时谈了两个月 我们在两个月之前 做了一年的朋友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散婚了 什么也没谈 就直接 也就是说 你爱吃榴莲啊 爱看音乐节啊 爱租大房子这些爱好 其实婚前你都知道 是还是不是 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们不是做了一年的朋友吗 做一年的朋友是啊 但是我们 我们又没有住在一起 那会儿是朋友关系 行 你们是两个月闪婚是吧 两个月闪婚 对于未来 你们夫妻俩是怎么规划的 能有什么规划 现在要车没车 要房没房的 而且又没有什么积蓄 他花钱又那么大手大脚的 还总在猜疑我 胡思乱想 妨碍我的工作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娶她 我当时娶她 是因为我们俩 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医院 也都爱去旅游 还有她这个办事方面 就特别让我放心 还有吗 而且她怎么说呢 就一见钟情吧 就属于 她现在给你提出来 离婚你怎么看啊 那我肯定是不想离的呀 那我干嘛要离 但是她希望你改变呀 问题是我哪里错了 问你哪里错了 你说咱们都结婚两年多了 不是谈恋爱了 到现在没车没房 也没积蓄的 有孩子了 父母老了怎么办呀 比如说爸妈生个病 没钱 不是 你打算怎么办兄弟 你跟我说 我打算就是花钱收敛一点 咱们能去就去 就是没有钱 你还要去 甚至打算都要借钱去 那我就不愿意了 我是跟你结婚过日子的呀 那就两条路嘛 开源和节流嘛 对 你就是现在 就是在经济上觉得不好 其他都没问题是吗 不是 不是 那还有什么呀 就是她总爱胡思乱想猜疑我 一向我的工作 她不信任你 那你相信她吗 我现在有点不相信了 去应酬就算了 她还打扮得那么漂亮 让我想得非常多 就是过去是她吃你的醋 现在你也开始吃她的醋了 是吧 我不是吃醋 我是真的是很无关于 就夫妻之间互不信任 对 好